今天我们很想去法门古道走这个古道 我们一早来到东涌的巴士站 我们乘搭23号的巴士去天坛大佛昂平 今天很少人坐这个车 因为今天一早天气不太好 我们背后就是莱纳山 我们也去攀登过 因为今天的天气不太好 所以很少人会乘搭车上来行山 我们下车的时候看到天气不太差 也挺好 开始只是很小的微雨 那我们就决定继续我们的行程了 我们也是经这个心经简林 这条小径向前走 开始下雨 小雨 不是很大的 微微雨 很清凉很舒服 去走 那看到一些蝴蝶在这儿彩花蜜 我们再向前面走一点点路 就看到两间的份屋 旧宿舍 旧宿舍 旧宿舍即是旧宿舍 我们当时看日落 有墨大红 有墨墨这个座 在这儿有些还在通道 有些人就跟他们训练 有些人在那上去 也有没有出口 大熊说 是想在这儿的店 他去看日出或出口 真是居住过一晚 这里又是上去深经简林的小径 而是下面这个路口 有位师兄下落去那里就是石碧加油径 就去到石碧水塘那边 这里有个凤凰观日 可以上去凤凰山 而这里看到一条路将会去法门古道 现在看到我们的队友 他们在那里就在宝莲寺过来 现在就向法门古道那边进发 我们今天就会主要走法门古道 我们今天走法门古道 从前因为昂平的蓝车 还没建好的时候 或者甚至是大婴山 还没有马路的时候 那些真女 他们就要利用这个古道 即法门古道 去往返昂平和东冲市 我们走这条路径 这条山路是叫做树木研杂径 有很多牌子去介绍树木 这条路径 那条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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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鸩哥究竟是怎样解的呢 以我所理解 以我读中文的理解 右边那条路径 道謝里一层不掩 这个很疑通 不用说 来到这里一层不掩 即是离开一个繁俗的地方 离开一个清幽的地方 左边那条路径 凭将它毫利遍生 凭将它之后 离开了这里之后 袍和裙都是解 保罗大众的意思 都是有利益 有生机的 它是金金的色的 它叫做南天福记 这是道心为眉 为先为一 天性尚全 允守决尊 你是不是就这么影响 算了 不是 影响 不是 影响 听风声在沙沙作响 敲打着谁的惆怅 思念在一瞬间生长 再忘了也多漫长 掌心的泪 磨到滚烫 只愿为你散生痴狂 落花满天 有温情香 与你天地间徜徉 如果爱太荒凉 我陪你梦一场 赎回你所有泪光 这一路有多远 这三世有多长 10点11分 11分 11分 现在是 我们基本上走过 一个小时 比较快 打卡多 其实 我们已经过了几小时 理论上 走这边 七八公里 应该两个小时 已经很游客 走下去 应该都不用了 太多了 好 现在这样拍下 拍下就很舒服了 很舒服 现在走得很舒服 还有 近期最舒服 整个场子被你包了 是的 我们不能这么大声 看一看 南天白云 我拍给大家看看 后面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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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天白云 你看 多高点 你看 多高点 多高点 哇 南天白云 这个南天出来了 这个南天 我们继续走 你站高点 拍望到底下 很棒 你拍望到底下 是啊 我们这样拍 早晨 早晨 你们很快走上来 我们又滑下 我们已经下山了 快点 那边走 走 所以因为今天有什么呢 雷暴警告又说大骤鱼 这样就选择这些路 起码 那边 假设它 你上高山顶的危险 哈啰 今天是8月8日 今天是8月8日 2022日 888 很容易的 我们上个星期一 就是去了 哪里 三个山峰 北架山 然后呢 琵琶山 然后呢 琵琶山 已经不到我们了 我摸了地下 琵琶山 琵琶山 和这个 北架山 quantitative 我们刚刚一个星期 走到这里看到一个写着佛字的石 不知是什么来的石 这个是标志来的 这里看开去 然后开边看到雨天后的蓝天白云 尼勒山 这里是尼勒山 我们也上过去了 接着我们继续向前走 他去过的吗 什么 最尖的山岳 你呀,还没去过 他没去过 对 你别以为我去过山岳 不是,福地 他没有去过 没有,这是青山 青山 想不到什么 我刚才看见 这个是十三 有十几两千 有十几两千 那个是十三 这个是十三 这个是十三 这个地方 看到一个亭 这个亭 叫做中道亭 中道亭 旁边 有一个是 食水配水库 我们现在走到法门古道 我们一路走 经过很多寺庙 有些静院 有些禅修的地方 我们走过很多石头 或者墙里 他们写了一些佛 就是佛的字具 在这里 那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字圆呢 原因呢 因为有很多的真理 在以前 因为国内的政治 有一段时间 不是很稳定的情况之下 因为他们想逃避内战 于是他就南下来到香港了 因为当时交通不是很完善发达 他们多数都是由水路来到香港 所以在大嶼山那里落脚 成立了很多这些字庙 轻轻松松 游一尘 我们走到这里 这里呢 看到又有另外一个的 铅子 又是关于佛 可能这里全部都是关于佛门的东西 这些又是红的 但是不知道它是代表些什么 又不知道它写着些什么 对 但是不知道它这些 没有掉一成 但是不知道 心死 可以 没有掉下来 对 有个圆圈 可能是写的字 可能是佛字 有没有掉下来 但是现在已经退色了 又有些顏色寫著字 看看寫著什麼 山河大地 是否雲?雲何忽主?清靜不本然 我放大一點 為何三句這麼寧靜? 這裏佛也有說 佛寺說什麼呢? 尊師眾道 也要尊重人、尊重師長 教你如何做人 你看著這句說話是很普通的 請來看看 要做尊師做過 對 是否叫道字 是呀 道上公 我想是吧 不知道什麼意思 不知道他代表什麼意思 教你 教你如何做人 看著這句說話是很普通的 看著這句說話 看著這句說話 叫做尊師眾道 對 真的嗎? 是呀 看看 從這邊讀起還是那邊讀起 這裡 佛寺尊師眾道 怎麼猜中了 不用猜了 這是很明顯的字 不用猜的 不是 我剛才還沒看到這些字 他叫我猜是教你如何做人 那 那就很聰明 我猜得 不是 我們一直在法門古道走 這些路是很平坦 多數都是水泥鋪砌而成的路 周圍環境很寧靜 還有很多的綠樹 成蔭 又周圍有很多花 挺漂亮的 花 我們也走過一些 修煉的自然 他們自給自足 也種了一些蔬菜 水果 是周圍的地方 因為疫情 全部都是關閉了 很多居民 多數都是出家人 原來 我們一直走這裡的地方 可以說 在山村林中 是隱藏了二十多間的禪院 一些佛寺 征舍 和居士林 即他們住的地方 他們自給自足 種了很多蔬菜 我們看到 一路走這裡 真是洗敵心靈 我覺得 今天 是一路有少少少微雨 很清幽 我們見到一些 一些居士 一些修道的人 走過也都有一些佛的石像 在這裡 可以說 今天真的 我覺得是很 我們走到來 這裡見到一間 紅磚的建築物 我們儘管去看看 原來是一間 叫做 普通塔 我們 只在這裡 看一看 我們就繼續走我們的路 聽風聲在沙沙作響 敲打著誰的惆悵 思念在一瞬間生長 再忘了夜多漫長 掌心的淚 我到滾燙 只願為你散生痴狂 我們看到一條水淫橋 我一走進來 就是一條五個溪 這條水淫橋其實很單薄 很清晰 那些水 我愛太光了 我陪你夢一場 輸回你所有淚光 這一路有多遠 這三世有多長 只收到地老天荒 風起起舞蹦蹦 雨滾滾雪 慢慢一步步都陪你同一望 這條水淫橋 我們在這裡走上去 這條水淫橋 我們不用的 我們很舒服的 我們走這條 左邊的蕨草很漂亮 很清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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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這些光鯉死 很清爽 有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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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終於很快 就走完我們這個法門古道 我們從這個深經簡南 那裡開始向山 一直向山下走 整條路是很好走 很舒服的 我們走到來這裡 就是羅漢寺 一個差不多是叫做最大的 我們經過當中的最大一個寺院 因為疫情 它也是關閉了 如果是沒有開放的 我們再向前面 向斜路走一點 就去到石門甲 這個村的入口那裡 它那裡有個磚線小巴 如果累 是可以搭這個綠色瓶仔 就是前面那裡 就可以搭出去東蔥 但是我們就會 打算是繼續去這個 東蔥的炮台